那离开吉隆坡之后 佩洛西的下一站会不会就是外界盛传的台湾呢 根据报道除了搭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专机之外呢 另外一架美国包机也已经抵达马来西亚 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要换掉佩洛西之前乘坐的座机 那不管怎么样 早前很多美国跟台湾媒体就已经争相报道 说佩洛西的专机会在晚上的10点20分抵达松商机场 在中国摆出了布希一站的硬姿态警告美国之后 那佩洛西还却坚持访台的这个消息呢 让中国美国跟台湾军方都进入了备战状态 台海局势已经升到废典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那美国军方呢正在把航空母舰 还有大型飞机等等的军事资源呢 以往更加靠近台湾的地方 目前位处台湾周边地区的美国海军资源 那包括上个星期离开新加坡 前往南海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里根号 冲绳附近的尼波里两栖突击舰 还有在日本佐世堡附近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那另外呢在太平洋交远处 林肯号航空母舰 埃萨克斯号两栖攻击舰 还有其他36艘战舰及3艘潜舰呢 正在夏威夷参加预定在4号结束的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航班追踪网站也显示 两架战王2 Combat King 2搜救机 还有9架KC-135空中加油机呢 也已经从阿拉斯加飞抵冲绳 至于中国方面呢 解放军自周末以来呢 已经在三大战区火力全开 展开了海上军演 空军也表示有多型战机绕飞台湾 那中国东部战区昨天在官方微博 发布中国解放军的操演 各种军武掌势的短影片 并且写道 严正以待 听令而战 埋葬一切 来犯之敌 时刻准备战斗 等等这样的字句 而今天早上 靠近台湾的中国福建地区 也突然宣布 进行空域流量管制 那大量的航班呢 都被取消 网船是为了要让道 给解放军的军机 根据彭博社的分析 中国可能会做出五种的反制措施 包括派更多的战机越过海峡中线 试射导弹 飞越台湾上空 以及半飞佩洛西的专机 而台湾国防部呢 今天也宣布 自8月2号8点到4号12点为止呢 三军进入强化备战整备指导期间 那时间呢 将依据解放军威胁来做调整 现在看来啊 不管是中国 美国或是台湾 都处于军事行动的紧奔状态 佩洛西短暂访马之后 并没有在大马留宿 而她的下一站 就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美国CNN 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 等等多家媒体 都陆续引述消息指 佩洛西将在今天晚上访台过夜 形成包括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 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湾相关各单位的接待工作 也已经在准备当中 甚至连佩洛西降落的时间 和住宿的酒店都点了出来 佩洛西会突袭访问台湾的传闻 传得沸沸扬扬之际 中国厦门航空今早突然发布 航班调整通知 同时在福州与厦门两大机场 全日一共取消多达56个航班 有网友因此表示 这是因为有关的福建空域 将会让出航道给解放军的军机飞行 至于佩洛西是不是真的会访台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 虽然不愿证实 但他强调佩洛西绝对有这个权利 而他也预计中国未来几天 或许会在台湾的附近发射导弹 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或者海上行动 但他也认为 议长访台并没有先例 因此警告中国 没有必要升高冲突 美国试图为佩洛西访台降温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却重申 如果佩洛西真的到访台湾 这将是对中国内众的粗暴干涉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也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他还撂下狠话说 他敢去就拭目以待吧 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 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他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